国安法的定立正正就是要维护我们香港的安全 是维护我们香港市民的安全 不要再受那些黑暴和恐怖主义的伤害 也是国家安全法的定立 也是要维护我们香港的安全的营商环境 是要保障外国的投资者可以有一个安全的营商环境 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社会安全都保障不了 如果那些黑暴和恐怖主义和分裂国家的行为 可以不断地在香港去做的时候 试问有哪些外国投资者可以放心继续投资在香港呢 所以刚刚正正就是要讲清楚 国安法的定立正正就是要维护所有的 现在其他的投资者在香港 是安心地投资在香港 这个要讲清楚 也都再三重申 美国没有权也都不应该干预我们香港事务 干预我们中国内政 也都不要做这些动作尝试恐吓我们香港 我们下来的报告 就可以听到我们下来的报告 就是要订阅 快点 我们下来的报告 解写